打地球 滾地球出現在游擊方向 游擊手接球穿二壘 再往一壘送 哇 小可愛小恐怖 江坤宇 這球轉身傳向二壘 這邊還是封傷了一跑二的跑者 今天兩邊的游擊手 江坤宇跟張育成 都有每季守備的演出 對 沒錯 這個 球感覺上就要穿越了 還是在最後一刻被江坤宇給攔住了 轉身跳躍的一個傳球 傳到二壘 抓到一壘往二壘跑的一個高國磊 中間方向投手接球 先往二壘 哎呀 這個傳球 哇 傳歪啊 Safe Nobody out 哇 城湖自己吃金龍化我 對 沒錯 這一球對於投手來講的話 應該很輕易就可以拿到兩個出局數了 是 不然再怎麼樣也要抓一個啊 對 但是這邊 後面的江坤宇接到球 然後呢 他用右手去拍這個壘包 這時候中藝球一定應該會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哇 這原本是玉東華進去壘包啊 那江坤只是在後面補位而已 對 這一樣就是一個timing player 看誰先碰到壘包 剛才講投手要投球之前就要先確認 二壘是誰要進壘包 所以他傳球的方向應該很確定是在壘包的 靠近二壘這一次還是說有幾個方向 來做傳球 結果是二壘進去傳到有幾個方向去 所以玉東華這邊想要把球攔下來 也沒辦法接到球 幸好後面還有江坤宇來補位 張坤後來是靠著他的右手去碰這個壘包的腳交 但是要看 董子仁的腳先進去二壘 還是張坤的手先touch到壘包 感覺蠻接近的一個play 今天幾次的一個挑戰 兩邊來發動都是很接近的一個play 對 沒錯 江坤能夠接到已經不簡單 還要趕快做一個拉回 拉桿啊 趕快來碰壘包 那這裡有一些些這種壘包的高度差 沒有辦法看到壘包後面 對 沒錯 這也顯現出江坤宇在 游擊手的一個防守的一個概念非常清楚 嗯 這邊可能要放大一點的鏡頭才有辦法去看到 要 要花一點時間 沒錯 要花一點時間 要考驗這個小王堅的技術委員 對 那如果是維持原判的話呢 就要記失誤啦 這個投手可能會記一個傳球上的失誤 喔 這個時間體就要看江坤宇的手有沒有碰到裡包 這邊腳跟手 在賽跑啦 明天兩邊要進行二連戰的第二部曲 兄弟要派出德寶拉對決 呃 富邦漢長的傑哥 傑哥要來在中華之方 義軍盛亞首次的開箱 出燈板 這邊有這麼大 希望都還是有點太遠 對 不然這個位置好像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但是太遠了一點 好 二連勝鄭維成先生 原本是判定是安全上壘 現在確認一下 答案是 好的 哇 江坤與神之手 這個變化就讓達致揮幫路空遭到了三陣 成功在這個半局算是有驚無險的化解 十分危機 讓富邦留下了一二類的慘累 無功而反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安 請大家訂閱中信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以及鎖定我們的Pocket 兄弟你來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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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спорт 一點兒